我认为你们很忙碌 所以我们很期待在这里 米其林国际总监来台 和米宝幽默互动 缓和气氛要揭晓 众所瞩目的台北米其林指南 J星宝 这是我的大宝宝 欢迎Lupai 恭喜我们在一宫 米其林三星留在台湾 军品酒店中是餐厅一宫 摘下米其林最高荣誉三颗星 两位港籍主厨难掩兴奋 也立刻端出招牌菜色 腌的时间还有口感 对啊 我们挑个部位 只要一个梅头肉 只要做六块 八公斤只有六块 对啊 它只要一条柱 只要两块肉而已 那这边您的两个电话是 一摘星人气夯到柜台人员 电话接到手软 米其林首次来台 两颗新名单 由日式料理祥云荣 已经即使来登中式餐厅 请客楼拿下 一新名单则有大腕烧肉 文华东方雅阁 及名厨江镇城的肉 和雅都立志的天香楼等 17家餐厅摘星 反倒是呼声高的鼎泰风和星夜 却重见落马 可能就是后面的压力会更大 对啊 当然我们也是会 勇往直前啊 或将主厨纷纷坦言 虽然摘星开心 但压力更大 而米其林登台 能否挽救台湾观光餐饮业 影响力有多少 摘星后的考验 才正要开始 欢迎新闻林记响 零一零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